这次在韵律体操 在热身赛是三个国家的选手 包括了两位俄罗斯 一位南非 以及四位来自于台湾的本地选手 但自由这一次的比赛 一方面让国内的选手 能够慢慢慢慢地进入到一个 迎接比赛的备战状况 另外一方面 可以让所有组委会 筹委会的工作同仁 能够越来越熟悉 整个比赛的运作的情况 真正的了解缺失 必须要从做中去了解 你光在那边想 比如说你真的不知道 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因为临场的情形实在太多了 对 我相信在经过了 过去这两天的一些 临场的情况发生之后 接下来从11月1号开始 还有一系列的热身赛要进行的 像在11月1号开始 包括了腾帆体操 包括了客体体操 另外在连池坛 还有滑雪的项目 另外在高师大 还有河球项目 总统的项目呢 其实都需要去靠着这些热身赛 让所有的人员都能够更加的熟悉 比赛的一个节奏跟进度 好 介绍得奖的选手 余佩伦 这是他在这次暖身赛系列 所获得的第二面的奖牌 亚军的是俄罗斯 比赦均娜 第二面的选手是 阿玛科巴 这是冠军的选手 比赦均娜 2009 世界运动会 国际体操暖身赛 获得冠军的是俄罗斯阿玛科巴 两位俄罗斯的女将 在这次的表现 确实非常的出色 大家可以看到 为什么台湾的很多家长 会喜欢让自己的小孩 来练习体操 你看他们现在站在讲台上面 每个的站姿 一站上去就是不一样 一太万千 对 我们记得在昨天 为大家介绍 阿玛耶法 这位韻律体操界的女 在很多的这些媒体的介绍她 就是说她是一位 风情万种的体操界女 用风情万种四个字来形容 而且她非常的漂亮 她没有俄罗斯 纯俄罗斯的女孩子的那种 比较冷的那种感觉 因为她具有中亚的血统 所以她的美跟俄罗斯的这些女孩子的这种漂亮又不太一样 对 各位观众请起立 面向生财 播放俄罗斯国歌 现在要现场演奏的是俄罗斯的国歌 演奏是俄罗斯的国歌 字幕志愿者 杨并且无论 好 目前所颁发的是在棍棒项目 仍然是由Tizakina获得了第一名 这是她在这次赛会所获得的第三个第一 接下来颁发的是环 彩带 欢迎颁奖嘉宾及得向运动员进场 前三名的选手仍然是俄罗斯的Tizakina Emakkova 第三名是换成了南非的Kula 第二名是换成了南非的Makkova 第二名是换成了南非的Makkova 亚军的是俄罗斯Amakkova 2009 世界运动会国际体操暖身赛彩带项目 获得冠军的是俄罗斯P Shukina 我们很荣幸邀请到 国际世界运动协会主席 Mr. Ron Porolish 为我们颁发冠军奖牌 有三位颁奖的嘉宾同时为三位颁奖的选手 分别带上他们所得到的金银铜牌 这都是让整个颁奖的节奏能够更加的明快 这未来到了正式比赛的时候 大概就是应许这样的一个颁奖的模式 对 没错 像在世界上的一些国际大型的赛事 几乎都是用这种颁奖的方式 有时候像我们台湾的比赛 甚至会邀请这位得奖选手的教练 由教练亲自颁奖给他的选手 各位观众请起立 面向升旗台播放俄罗斯国歌 再次演奏俄罗斯国歌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